游覽車失控下滑 眼看悲劇就要發生 十萬火機當下 突然神救援出現 一名騎士停好車衝上前 肉身抵擋十七頓重的游覽車 並大聲呼喊 路人健壯趕緊上前幫忙 停下游覽車後 有人趕緊拿十塊固定車輪 暫時化解危機 但目擊民眾還是嚇傻了 很失機下車去買東西 還是尿皮去上廁所 我在猜應該是走發車沒有拉吧 但是這個行為真的是比較危險 還好沒有撞到人了 驚險場面發生在26號晚間8點多 澎湖馬公市某餐廳旁 一輛無人遊覽車 疑似駕駛沒拉手煞車 就這樣硬生生滑行七八十公尺 眼看就要撞上對面租車行 一名猶猛騎士趕緊停車 徒手擋住十七頓重的游覽車 並呼叫路人之源 據了解騎士本身也是游覽車司機 滑行車輛司機不在車上 警示燈不停閃爍 讓路過人車紛紛閃避 他一度想上車駕駛 但車門緊閉才選擇肉身擋車 擋車騎士勇氣可家 但肉身擋車真的超級危險 提醒民眾遇到同樣情形 還是立刻報警求援 才是正確方式 記者嚴育龍吳懷漢 澎湖報導